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谢妖 我是李月勤 这次来啊 知乎的朋友问我 说你之前上过正经班没 我说我上过 他们说那太好 你这回呀 你就讲讲 在职场中受过的委屈 越凄惨越好 把你那个前领导啊 骂个狗血临头 我说没问题 这个我能讲 各位朋友 我这辈子唯一一段正经上班的经历 就是在知乎 哎呀 知乎的朋友啊 大气啊 跟我说没事 你就讲你那些真实经历 喜剧的奥义是冒犯 我们懂 给我感动坏了 真的 我头一次见到这么通行达理的客户 咔咔一顿血 好几千字 交上去之后 知乎的人说 那个咱们商量一下 你这回能不能先主要冒犯一下别人 我说行 喜剧的奥义是冒犯 但是冒犯的奥义是 谁不再骂谁 你不能指着客户鼻子骂 是吧 所以啊 我今天就只能讲一讲那些不在场的客户了 当然了 知乎的朋友们也不要太开心 因为总有一天 别的客户也会让我讲一段脱口秀 其实我带知乎带挺好的 刚才都是开玩笑的 千万不要当真 知乎的朋友说 让我今天讲一讲那个职场黑话 黑话我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吧 耳熟能详 黑话嘛 黑话肥 灰发 灰发黑 我思考了一下啊 这啥叫职场黑话呢 就是委婉地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比如说领导说 你这个人呢 特别耿直 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 他可能是在说你情伤低 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 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 你的情伤是真的低 最近呢 有很多假方来找我写脱口秀 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 就说你随便写 你先写出来 我们看 朋友们 这在职场 就是一种黑话 随便写的意思 不是你写什么都行 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 他就知道什么不行 每次我写完稿子 我就特别怕 几个小时之后 假方问我 在吗 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 因为在吗 就代表没有好事 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 假方说 在吗 我说 在呀 他说 没事 我就是想你了 写完了之后呢 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 他一般都咋说呢 他说 你这个稿子呀 整体挺好的 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 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 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 那你这个整体 它好在哪呢 他说 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 我说哪句 他说就是那句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我说这样吧 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 我好知道怎么改 客户说行 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 最好是五秒钟就有一个笑点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一群人坐在这儿 以五秒一次的频率 发出哈哈哈哈的声音 那个不叫笑点 叫哮喘 我还问甲方 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 甲方说啊 我们要求也不高 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 能上热搜就行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 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 李雪芹 殴打甲方 其实我就不太明白 我们在职场 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 你说鲁迅先生 一百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 推广一百多年 你们这话越讲越黑 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 因为我特别懒嘛 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三个字 比如我说做烤鸭 我家这个智能家电 一听马上就明白 要是你说 烦请各厨店之间相互配合 处理一下李雪芹女士 想吃烤鸭的需求 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 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 从而进一步提升 李雪芹女士的用户体验 你说你家厨房能证明白不 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很疑惑 为什么我突然提到智能家电呢 因为这里是一个植入广告 海尔三一鸟 懒人的智慧选择 让我懒得理直气壮 海尔三一鸟 记得给我打钱 刚才鼓掌这些托儿也都打点 有人说 说黑话是高情商的表现 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 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 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 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 你说好歹 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 最近呢 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两句好话中间 夹一句不好的话 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 就比如说 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 就是有点爱迟到 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 是不是就很委婉 是吧 好死不死 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 学三明治谈话法了 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他跟我说 月琪你今天挺好看的 你看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 你一天写的啥 那时候不想干了 带没带脑子来 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 走吧 我也具体说不出来 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 但你就感觉薄皮大馅的呢 而且在我们这个行业 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 哎呀 那里面的员工可腻味了 亲爱的 你看一下这个 宝贝 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 我就感觉你看 这个公司挺刺激啊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咋回事啊 他们说你看 你还是些来的不懂 现在都这样 在职场上 你叫得越亲密越好 能够改善工作的氛围 不会让人误会大 我一听 我说那我明白了 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 发到群里 爱特利亚他们的老板 宝贝 稿子看一下 然后这个群 就鸦雀无声了 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 直到有一次 他们老板发红包了 大家夸夸抢 抢完之后发一排 谢谢爸爸 我说啊 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就是这个世界上啊 最亲密的 永远都是亲情 但是慢慢的 就是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 因为确实挺好用的 我并且把它灵活 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 比如说我妈 贾女士 老催我结婚 我就跟她说 亲爱的 别着急 这个事我正在走流程 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 来问我意见 我就跟她说 我相信你的能力 这个事你是专业的 但是最后呢 我还是遏制了 坠股风气 在我家的蔓延 因为我觉得啊 生活中还是应该 少一点黑话 多一点真诚 就是什么促使 我的转变呢 就是有一天晚上 我找我妈要钱 她跟我说 啊 不是妈不想给你 咱家财务下班了 谢谢大家 谢谢 но您sun 妈 Tucson 你好 我觉得这里 你 好 太贽 太责吃了 太 outer ç Architecture 太充酒